2020年一人一膳 慈激之工在九皇爷诞成期间 举办连续三天的素食益卖 全部的食材都由善心人士捐献 除了行善还要向人劝诉 很感恩 今天很多志工 就特地愿意来帮忙我们 来扶持我们的益生 因为我们今年是疫情嘛 没有到西走上街头 所以大家都很有意义来出来 那我们的药善命的反应也很好 那就紧急地在平台那边呼吁说 所以在家里有药善命的存货的 请他们捐出来 店家和摊贩在这十天由混转素 也无偿提供场地供慈激易卖 更有摊贩将最后三天的收入 全属捐出 自从我在国外做 全部都是做混的 然后看到人家杀那个龙虾 那个鸭 看到我心都很酸 所以我想回来转回做素的 我是做研发这么多素的肠粉 是希望更多人会吃素 就是说减少杀生 他们也是很支持说转素食 也是吃十天 我持续要来 然后就不用收 所以帮你帮忙 如素行善一呼百应 有不少民众用行动支持 因为我是得知从社交媒体那边知道 你们慈激会在这里有卖这个药杀面 除了可以吃素 然后也可以多多支持慈善 这几天刚好吃 记得有来做慈善 你觉得说是帮人 所以我就天天跟他讲 我会吃这三天 除了这个面好吃以外 你还可以做爱心的事情 其实我就觉得说 吃素其实是非常好的 一方面我们可以就是减少杀生 而且对我们自己身体也会健康 然后我们又可以享用环保 慈激志工把握义卖推广素食 进而进化人心 爱护群生 大爱新闻冯绿西 杨韵美 马来西亚报道